那些发光点是什么呀 哦 天啊 我的队伍 不 离他们远点 你谁呀 拜托 回来 是上帝的眼睛 委屠 如果继续下去 你会失去自我衣食的 不要 不该这样的 不 哎呦 过去几个月里 你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制和创造力 制造Y909血清的研究小组 要求收割队提供新的一批血清 Y909是一种用于制作记忆消除剂的关键化合物 我将会派你和一组DKS人员去SCP-3000 and Antichesha那里采集一些样本 请记住 这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任务 因为SCP-3000是一个神级怪物 它类似于一条巨大的鰻鱼 身体如此之长 根本无法测量 千万不要靠得太近 否则你的头就会爆炸 在深水中 千万不要感到害怕和恐惧 哦 对了 还有十亿 祝你好运 Dr. Bright 好了 各位 I-O队长报到 我们将与收割队会面 一起完成这项任务 准备好了吗 兄弟们 你知道吗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这样做 做什么 这个 给纳摩多指示 我们只是D-Class用完机器的 对我来说你们不是 好了 我们到了 我们全部都会平安归来的 怎么 怎么会变这样 本来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采取任务 不是吗 我是收割队的队长 名字叫唐 我一直在等你们 阿勇 我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 很高兴看到你们 可我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你们干嘛穿得像是要去打仗一样 我们只穿了普通的潜水装备呢 Bright没告诉你们了 所以我们并不是什么收割队员 也不是派来分散注意力的 我们是幼儿 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不会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知道我们卫尸魔会在这里 我们是D级人员 是杀手 小偷 死囚犯 甚至有些是默契病患者 是离死亡不远的人了 但他不一样 阿勇是一个好人 他非常善良且有同理心 这样的人不应该死在这里 所以他必须留下来 阿雅 不应该是这样的 太好了 我不得不说 这次的收割任务 是最轻松的一次 不应该是这样的 嘿 冷静点 你要去哪里啊 我必须要去救我的队友 你这样就等于是去送死 你知道吗 那来生再见吧 随你吧 我刚刚好像吹得挺大的 我现在该往哪里走呢 兄弟们 坚持住啊 回来吧 你先已经太时了 哇呀 嗯 我在哪里 天啊 你是SCP-3000 是我姑姑爱吃的鰻鱼寿司也 我怎么还活着 阿南脱射杀 是的 尽管我天生的能力 但你还是活得好好的 所以 你想不要杀我 不 或许吧 我是混乱的化身 我的天性 是希望看到所有的食物 处于最稳定的状态 万物停止运作的状态 包括能量 这就是卫石魔 在你周围的人会感到困惑吗 某种程度上吧 如果我没死 那我卫石魔还在这 像你这样的人是很罕见的 你是独一无二的 自从有了花园之后 就再也没有遇到像你这样的人了 花园 知识之术 所在之处 嗯 你到底多大了 在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就存在了 当它回归虚无时 我将依然还在 我不理解 应该的 在这个世界 你越是看清一切 你的生活就越岌岌可悲 你在说什么 这个世界是无情的 尤其是你选择的生活 你可能会死 或者发疯 然而 在这个弱弱强识的世界里 你却是如此与众不同 为石魔是我 只有人类才会问的问题 你的思想 似乎不受我的影响 在宇宙的空虚中 你的意志 就像是一个挑衅的太阳 哦 一点也不明白 有些力量希望看到 宇宙恢复到它先前的状态或虚无 还有其他人想要以它们的形象 重新创造宇宙 比如深宏之王 但这并不重要 你只需要关注你现在所面临的危机 我不知道基金会打算如何处理你 也许你当前的困境是在它们的预期之内 或者它们希望处理掉你 又或者你可能只是个晦涩邪教的一分子 现实弯曲者和在地球上游荡的视觉怪物 我有时候感到很无助 然而 你依然充满活力的前进 尽管困难重重 但你仍然希望在逆境中 找到与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值得我的尊重 我本可以拯救我的队友 但你这样做 会毁掉另一个团队 你愿意冒着危急雇主宏伟目标的风险吗 你们的宗旨可是要保护人类呢 这会是一个更有利的结果吗 我 不要担心 你是特别的 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 未来的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 别绝望 你还有时间 在那之前 再现了 等等 你终于醒过来了 我真的以为我们来晚了 说得像你会在意 你什么意思啊 Jack老师回答我 你是不是让我去送死的 你在说什么 你故意让我去送死吗 你到底是不是好人 我在努力争取更大的意 有时候 这一位主我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 所以 你故意派人去送死 我让他们跟随我认为 唯一有可能 把他们带回家的人 那就是你 你听到了吗 Bride声音里的虚伪 好像他懂得责任的负担一样 这个人一旦觉得身体不方便 就会立刻跳出来换掉 这就是他在我们这里不占 有一席之地的原因 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出重要的选择 以维持这个星球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是SCP基金会 我们的使命是控制 收容以及保护 不论对象是普通人类 还是那些异常存在 我们勇敢地对抗那些 将人类视为棋子 甚至食物的恐怖怪物 我们抵挡一长梯相互之间的威胁 然而他说他是那个 必须做出艰难选择的人 我们是生命的守护者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 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直到太阳决定吞噬这个星球位置 接下来 我想找一些能够伤害我们亲爱的 阿佑先生的东西 物理上和永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校里面 实际上是因为 你们在这里 你们在一起